現在澎湖漁船的事件不到一天 結果漁業署好像改口了 現在延伸的發酵是變成怎麼樣子 昨天自由時報有一個獨家消息 我說其實就連金門角的海域 都出現了中國大陸的海菌船 昨天晚間大舉出動 他們就到了金門角的海域這邊來作業 然後我們的漁船就趕緊要撤退 甚至他講說當時的對話是說什麼 不要命啦 他說他們用廣播的方式 對於我們的漁民 說不要命啦 趕緊離開現場 這當然是經由自由時報的報導 它並沒有影音檔 有影音檔的話 我們就可以比較完整還原 到底真實狀況是如何 的確這個也反映出來 現在中國大陸他們 他們當然是用越來越常態化的巡查 在這個金門 金馬 澎湖的相關的海域 已經把它視為一個常態化 也就是 他們可以在這邊自由巡查 沒有什麼進線至水域了 那中國大陸的海警局 他們昨天也有講到說 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昨天有相關的媒體是報導說 我們是不是越線了 我們是超越了那條可以捕魚的線 到了他們的內水去了 但是他們給的理由不一樣 他們給的理由是說 因為該漁船違反伏濟修魚的規定 而且它在底的托網 在禁魚區的線內是違規托網的作業 而且使用的網具 遠小於大陸規定的最小網目尺寸 等於說破壞了海洋漁業資源跟生態的環境 他講到最後都是說你這個捕魚不符合規定 也就是它並不是因為越界來抓起你的 而是因為你捕魚不符合規定 這背後的一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台灣已經被視為是用中國的國內法來處理了 所以他不是跟你講界線 沒有什麼界線 你們都是在我的這個範圍之內 而是你不符合我們國內法的規定 我們的捕魚規定 你這三項通通都不合規定的 那這可能也是透露出更多的訊息出來 那再來國台辦正式的回應 他說這是我們的正常執法 就是大陸海警正常執法 就是要維護相關的海域漁業生產秩序 還有這個海洋漁業資源以及生態環境 所以他們的口徑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是以我們這個正常執法 我們的這個漁業的生產秩序來抓起你的 所以現在透露出來了 這已經是常態化了 未來就是一個新常態了 那我們的漁業署 昨天上午跟傍晚講法也不一樣 第一時間呢 這個漁業署長他們出來講的是說 這個事發海域其實多年來都是我們共同作業的區域 可是到了晚上傍晚的時候 他就說 現在這個海域作業存在高風險 就請漁民到了這個邊際的時候 邊界的時候要注意海上作業的安全 所以看起來這個可能影響非常深遠 也就是說未來這些金門 馬祖 澎湖相關的漁民 如果你要捕魚的時候 這些是越來越模糊的 那到底要怎麼樣界定 是不是未來更要去適應中國大陸的一些漁業上面的規定 這可能都是未來的一些挑戰 那再來海基會是講說 現在已經致函海協會希望人船早日平安返回台灣 但是澎湖非常緊張 台灣現在這邊卻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比方說管碧林終於出現了 他聲音好多天 他就講說 我方漁船在這個大陸的水域作業 又適逢了這個伏計休於期而遭到海警執法 那海巡署是盡力的池源 陸委會漁業署也會盡力的進行溝通 那希望陸方依照程序來快速放人 海巡署也會保持關注 你這海巡署是主管機關 怎麼會變成我有在關注這件事情 你不做事 你在那邊關注什麼 真的讓大家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講得那麼事不關己 讓大家非常的憤怒 那我們看陳宇貞委員就講說 這恐怕這個事情後續的效益 直接會影響到的就是我們那個弧姓吊客 他到底什麼時候可以獲釋這件事情 是可能第一階段受到影響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0214的金門撞船事件 現在還沒有落幕 而且賴清德對於澎湖這件事情 被鴨魚船這件事情 他到現在還是神隱 他到現在好像跟他也沒有關係 所以他也沒有打算要出來回應 那再來看看綠營的委員 他們是立刻這樣跳腳 就講說這個莊瑞雄 是否要用這麼激烈的手段 突然造成兩岸之間的緊張 他說中國中國大陸不只在金門 也在日本南海挑起周邊的緊張跟對抗 中國要截至 那可是這個好像跟賴清德 就是府院昨天的定調是不一樣 昨天我們不是有看到自由時報有說 國安人士出來講 這個是要抑制賴清德嗎 這是要針對賴清德嗎 絕對不是喔 是我們自己的船不對 我們自己的船越了線喔 結果你莊瑞雄好像是要挑戰賴清德吧 怎麼好像打臉了賴清德的講法 那再來澎湖縣的立委 民進黨籍的喔 楊耀他怎麼講呢 他說海巡署跟漁業署對於作業區域 是否越界有兩套看法 我必須要譴責行政院喔 我們嚇一跳 綠營的委員去譴責行政院真的蠻少見的喔 他說罔顧漁民的安全 漁民朋友不知道 台灣海峽安全的漁撈作業範圍 這就是大禁滿被扣押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說現在我們的政府是不是失能了 讓現在這些漁民們喔 這些我們離島的漁民們 真的是要自求多福 甚至沒有個依據 然後發生事情的時候 只告訴你我們保持關注喔 這樣還有什麼樣期待啊 要讓政府做啥呢 那我們看到澎湖漁會講說 現在政治緊張喔 其實傳統的漁場作業也都出了 就是有一些相關的作業 可能都出問題了 兩岸這次緊張犧牲了漁民的生計 跟這個生命安全喔 希望政府拿出對策吧 在兩岸尚未溝通協調之前 這海巡署是不是應該要加強 在這邊的護漁行動喔 那大禁滿的家屬更是難過 就說這整件事情 也是看新聞才知道 完全沒有人通知他們喔 是看新聞才曉得的 漁民就抱怨說 反正死的都是死百姓啊 剩下都沒有用啦 吃虧又不是政府 政府也不理你 甚至還有一些綠營支持者 都已經喊說 欸那算啦 那金門馬祖還給大陸好了 就已經開始在割捨 可歌可泣啊 他們不當一回事喔 那再來 這個蘇巧惠 蘇巧惠不是在那邊 昨天第一時間發文嗎 就說 喔 中國 現在不只青門大戶 甚至還要當街掳人嗎 然後還講說 面對這樣子的事情 你們中國國民黨 啊 怎麼還要去跪著求和啊 欸 這很奇怪咧 這是你去罵在野黨做啥 現在執政黨是國民黨嗎 所以王宏威就講說 欸那不然 那你蘇巧惠跟你爸爸 好了 這我家的話 你爸爸拿著掃把 你們一起去把人船帶回來啊 你們不是抗中保台 一起去 你們衝前線衝低線 我們給你們鼓掌喔 所以下面的人就講說 哇 執政黨真好當喔 什麼都要在野黨做就好了 把掃把拿起來反擊綠委 站在第一線 人民第二線 趕緊去救人啊 不然政府在幹嘛 你還有時間發臉書 你衝了呀 你趕快跟你爸一起去啊 我們來問一下旺哲 現在看起來如果以總統府 跟行政院的態度來看 我覺得他們高層應該是認為 這件事情非常大條 所以他們想要用低調的方式 來做處理 包括行政院他就說 他們直接在新聞稿 和記者會上直接講說 是我們的漁船 在大陸修漁期間是闖入進去了 這個會讓一般 可能對台灣民眾來說 過去覺得行政院怎麼會講這話 那如果行政院這樣定調的話 代表說服院高層是想要低調 但服院高層是想要低調 但民進黨也有幾個 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就像蘇小慧跟莊瑞雄 這幾個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一直想要升高這個關係 可是你們不要搞錯了 現在看起來 服院是想要低調的 想要低調 能夠順利解決這件事情是最好 因為包括連美國的態度 都很明顯 美國態度說希望能夠和平 希望和平解決是什麼意思 希望這東西能夠降溫 看起來服院的態度 也希望這件事情能夠降溫 因為看起來 如果這件事情持續升高的話 對賴清德不會是好事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民進黨還有這種 搞不清楚狀況的人 你看蘇小慧的臉書 也被灌爆了 我剛剛看一下 下面都在洗他板 就照過去來說 如果以蘇小慧這個言論 在過去來講 照理說會被很多民進黨的 稱讚什麼之類的 或是留言喊讚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代表觀眾 你現在去蘇小慧的臉書上看一下 基本上都洗版 然後甚至點露的也很多 可能連很多民進黨都認為說 你不應該在此時升高這樣的氣氛 因為現在看起來 中國大陸這樣的做法 坦白講已經把原本 可能我們兩岸一起捕魚的 這個模糊界線變得很清晰了 接下來會影響到什麼 接下來就影響到 我們外島的一個管轄權 包括金門 馬祖 東影 烏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如果一步一步 被割掉之後 我們中華民國還剩什麼 所以問題是在這裡 那現在看起來 服院的態度定調就是希望說 我們只要低調處理 透過私下的管道 看能不能跟對岸溝通 把人好然後平安的 拿回來 要回來就好了 可是就有些 我不願意這樣講 但有些這個白目 很想要挑撥這個氣氛 還是他們沒有收到指示 衝太快 把這個事情搞得很複雜 因為搞越複雜之後 我就問現在我們的政府立場在哪裡 因為的確目前看起來的話 我們的行政院也是定調說 是我們的漁船闖到 對岸的這個區域裡面去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沒有話講 錯了錯了是我們了 現在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一定要先確保漁民的權益 再來確保目前漁民的安全 這最重要的 結果你還在那邊升高那個氣氛 那管碧林我必須要講 他現在的低調 跟服院低調也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的低調是要保住他的管位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看從二月這個金門運船事件到現在 每次海上有發生爭執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箭靶 可是你看跟過去相比 過去管碧林是不斷的炮轟 說你們可以 不用離這些武警 海警船直接跑掉什麼之類的 你看這一次他非常低調 顯然第一個他認為說 這個的確我們可能有錯誤在先 再來就是說 他如果再繼續機下去的話 跟其他民進黨立委不一樣 其他民進黨立委可以機 但是他不能機 他一機的話 他的官位可能就保不住了 好 來問一下 輝文哥 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家很像比較 這兩天討論比較多 讓我覺得有點奇怪 大家是比較平常比較少看 這個海巡署的新聞還是怎麼樣 這個是我們扣大陸的漁船 這是海巡署統計的資料 你去看 這樣是多少漁船 今年1到6月扣的比較少 扣的6艘 這是最近這4年的2020到2023的 最近這4年我們扣的多少 95個 這個95艘大陸的漁船 這是海巡署統計的資料 他們扣我們的 我們給大家看 這個是聯合報的資料 很抱歉 我覺得比較偷懶 為什麼 他是最近21年 從2003年統計到現在 我們有17艘漁船被他這樣扣 他扣幾艘 最近21年扣17條船 我們4年就扣了人家95個船 他們21年扣我們17艘船 這個都有資料的 所以是我們扣人家的比較多 大陸漁民還有兩個大陸漁民的大體 還在我們的金門殯儀館 這我們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這邊大驚小怪 然後這樣子到底在吵 漁民的家屬我很抱歉 船長的家屬很急 因為家人被壓到那邊去 你有沒有違規什麼的 都已經定調 都已經寫成這樣子的 這是聯合報的頭條 我們越界 就他都 我們自己都越界 你都已經越界了 這個都有這個耐司 這個都可以查的 我們有沒有違法 其實如同跟他講就是說 因為這些年來 你問我說這些船怎麼辦 不管是他們扣我們的 或是我們扣他們的 很簡單就是罰錢 然後我們罰的比大陸還重 我們的船被扣 大概兩三天就回來了 我們扣大陸的船 這個SOP是20天 我們扣人家的船比較久 罰人家的罰款也比較多 這樣子我們還去罵人家 我是不曉得是罵什麼意思 是我們違規在先 我們越界然後被抓走 那就處理 對不對 賴總統不是告訴我們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嗎 那我就是要看他實現的時候 你就表演互不隸屬給我看 你不是跟我說互不隸屬 然後有60幾% 70幾%的朋友 對…互不隸屬 連黃偉翰都支持互不隸屬 You have short time 你表演給我看 你也把人家帶回來 你去談判 去繳罰款 對不對 去喬 你告訴我互不隸屬的 你是總統 我不是 你不是說什麼 違反民意會選舉會輸 我聽你講 那你就表演給我看 你不要一邊講互不隸屬 然後真的要你處理事情的時候 說我就沒辦法 但你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是互不隸屬嗎 就顯然就不是 不是你嘴巴講說互不隸屬 然後就真的互不隸屬 不要講一套說一套 很好玩 好 洪廷 我覺得這代表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餘業屬 行政院餘業屬一開始講說 這是兩岸共同作業的海域 現在 然後被洋藥罵了以後 說這根本就沒有公式 沒有公式的公式 大家有沒有覺得還滿熟悉的 也就是說 剛剛惠文哥所提到的一個部分 就是過去兩岸有一些模糊的末期 現在因為所謂的這個政治的 這樣子的一個衝突 這件事情就變成了 他到底是一個 伏計休於期間的違法案件 還是他其實是一個 經過策劃好的灰色衝突 看起來是都是 都是的最大原因在哪裡 你看他的執法地點 其實很聰明 雖然是兩岸共同作業的海域 但是已經進到他的12海裡裡面了 也就是過去模糊給你的那個地帶 現在不給你了 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都是一個信號 這告訴你就是說 接下來的這個衝突可大可小 小的話可以回到過去的 比較模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如果嚴重的話會變成什麼 就變成就是說 現在看起來你可以看到 中共現在對我們的動作 已經上升到法理戰 法理戰就是說 我要來彰顯我的管轄權 那坦白講就是要弱化你的主權 那他在藉由這些管轄權的過程當中 現在是因為過去是一個 共同作業的 這樣的一個共同作業區 那未來確實 就像我們剛才所提到的 那如果是運輔的商船 如果是民間的這些 民用的這些部分 那他如果都擴大他的執法權的時候 那我們馬上就要面臨到 灰色衝突的這樣的一個第一線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我要講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看在這件事情上 為什麼管閉靈不敢出來說話 其實就跟什麼 就跟顧力熊去立院不敢出來 就是那一次不被巡 換成參謀總統一樣 因為畢竟兩位都不是專業 任何的話語都會影響到 衝突的發生 所以我還是勸民進黨就是說 你要像過去大家所講的一樣 你要走衝突路線可以 但我拜託你 因為海巡跟海警 是灰色衝突的第一線 我不希望我的灰色衝突第一線 是管閉靈這種不專業的人 你換個專業的上去 這樣灰色衝突的時候 我會比較安心一點 就要衝突也要有 懂的人去衝突 對不對 你現在 那管閉靈在那個地方 坦白講海警跟海巡 未來是衝突的第一線 雙方執法這些部分 都會有問題 你讓一個不是那麼專業的人 在那個地方 一個看起來是仇庸的人 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坦白講對我們的國家是危險的 對國民黨是好的 你到底是哪一黨的 你怎麼每次都在幫民進黨優勤 你是民進黨概念股買太多嗎 沒有啦 每天你懷疑民進黨 這個管閉靈假錯一句話 他用管閉靈是很好的 這個升溫是很恐怖的 很好啊 其他地方升溫我OK可以接受 這個已經到軍事衝突了 我覺得你的黨性有問題 你很擔心賴清德跟管閉靈 處理不好 對 他們最不好 那你去加入民進黨好了 大家就一起倒楣了 本來不然你要賴清德做得很好 然後我們2028在投賴清德 不是 他這個地方的政策 這個是軍事相關的 沒有 徐翁婷 你沒有弄清楚我在講什麼 你講的都是錯的 你應該很高興管閉靈 在當海委會主委才對 萬一擦槍走火怎麼辦 擦槍走火 我是賴清德在當總統 你是總統嗎 也是 但是他會推我們上第一線 不然 不是現在的狂況嗎 還是你要邦戴清德執政 你要邦戴清德執政 我沒有 我們身為國民 我們要提出一下 一起交出民進黨 做不做是他的問題 休息一下